Hello,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,时隔两周的时间,时钟遁宇宇宙终于更新了,本期并不是第42集主线剧情,而是一期隐藏剧情线,同时今天也是时钟遁宇宇宙一周年的时间,小黑也已经陪伴着大家一起见证了这个系列一周年的时机,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年时间的支持与鼓励。好了,我们废话不多说,大家跟着我一起进入到剧情中去吧。 视频开始之前,让我们前情回顾一下,超级机慢的问世让太太们都无比的震撼,他们面对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对手,自身的力量被无限的放小,而超级机慢的目标又是监控人的基地,在太太们对着超级机慢小事牛刀之后,发现并无法摧毁掉他们,于是他们只能改变策略战术性撤退。 接着我们回到本集剧情,本集刚开始,一名穿着防弹衣的白色监控头在驱车行驶,隔壁就是大摄像,从其大小以及主视角手中持有的激光炮来看,此时的主视角也是大摄像,不过隔壁是一代的,主视角是二代,在相继解决了两个马桶作战单位后,旁边可以看到监控直升机迅速离开,而这些马桶正是来扫荡的。 旁边的大摄像用炮弹抵掉了一发马桶射来的炮弹后,主视角发射激光迅速带走了一个马桶,随后镜头转向了一个巨大的建筑。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,这正是监控阵营的基地,这里可以肯定的是监控人的基地,此时上方炮火交加,遍地的火焰肆虐,不用想这里一定是遭到了马桶的袭击。 在第41级中,前线的泰胆们还在与超级技慢艰难的对战,而现在他们的后方也被马桶袭击了,这可谓是两头夹击。 现在来到监控基地的马桶们应该是一些先锋部队,他们是提前来扫除监控基地外的防御单位,为了方便后续超级技慢的大展身手。 此时主视角所处在具备击中,短暂镜头施针后,他摔倒在地,武器脱手,车辆被破坏的瞬间燃烧了起来。 在这里,我们还能看到倒地不起的大摄像,如果没有他先前的关键的一炮,想必这部分内容就得换个主视角来拍摄了。 主视角刚要站起来,就看到了一个自爆马桶朝着他靠近,他想与主视角来一个亲密接触同归于尽,但就在这时,四只铅笔画出了一面盾牌,将其抵在身前迅速朝后推走。 没错,是大纲笔来了,还记得上一次大纲笔出现的时候还是在上一次,那是在超级技慢登场之前,既然此刻他出现了,自然也就少不了一起出现的大电视。 白光乍现,空中这些直升机马桶们纷纷都坠击个屁,仅剩一个戴着眼镜的小马桶,他打零了几眼,发现就剩他自个儿了,果断逃跑,又是他。 这家伙在前面的剧情中对当时的主视角做出了非常残忍的行为,我相信后续他的结局一定会非常的惨。 随后,一艘监控直升机吊着一个带有监控蓝色徽章的集装箱出现,但随即被抒发激光击落,他坠击了,这是一个八发炮管的马桶,他的左眼应该受到了什么损伤, 他缠了个绷带就上场了,还没等他看清楚战况,随即一发金灿灿的电光球直接砸中了他,随即他被定住落了下来,是大石中来了,他终于恢复好了自己的状态,重返战场。 经过全新的升机改造,我们可以看到大石中的身上,首先是加装了可以发射具有时间效果的子弹,其次是他的头部看起来更加精密了, 比起以前正正方方的石中头,现在看起来更具有层次感,不过他走路的姿势怎么感觉像个女人一样,脚下是踩了一双高跟鞋吗? 不管那么多了,主持角转过头,捡起了激光炮后,看向了集装箱的位置。 此时的大电视与监控人正在友善洽谈,只见一个监控人照猫画虎,在学大电视日的动作,仿佛是想要带走面前的集装箱,但他并不是电视人,大电视随即也对他说道,你不是我,活计。 最终大电视催促大钢笔靠近,随后黑烟四起,传送离开,视角回到了大石中这里,只见他突然身体不适,似乎有一股力量导致着他的石中跳动紊乱,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干扰的。 我们此前得知磁铁是会对石中产生干扰的,而这次不出意外的是,磁铁马桶又出现了,天暗之中再次出现了他的身影。 磁铁的大石中不是以前那样彻底失控无法动弹,因为他已经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造升级,他迅速掏出时间子弹上膛,但磁石已经来不及了,下一秒他便被磁铁再次吸附了上去。 正当熟悉的一幕就要上演时,有人打断了磁铁马桶,右边有诸多细小的激光射线,正在攻击磁铁马桶的磁铁关节处,不到一会儿的时间磁铁掉落,从而阻止了磁铁马桶分解大石中。 竹石脚此时也趁机开始发起攻击,他转换攻击模式,接着喷射起步,朝着磁铁马桶喷发火焰,众所周知,高温是能消磁的,可以看到,磁铁马桶磁铁在经过烈火的烘烤后失去了磁力,而后大石中落下,竹石脚成功救下了大石中,竹石脚落地后再次切换了攻击模式,随后激光持续地攻击磁铁马桶,磁铁马桶照驾不住这猛烈的进攻,直接溜之大吉,而从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个单位,先前 营救大石中时,正是在急帮助下实现的,他正是大音响,而这个大音响想必也是之前的白衣大音响,主石脚飞到基地广场,外部已经被各种残渣覆盖,最终他找了一个可以下脚的地方落下,大石中和大音响跟了上来,他们互相称赞,大石中此时灵机一动,从后方掏出了一发子弹给武器上膛,接着单手转左轮,伤好后朝主石脚发射,顿时主石脚周围金光弥漫,好似得到了某种力量的加持,镜头短暂的失真后,金光一闪,世界仿佛� 变慢了,我们可以看到,一切事物都变慢,所有的动作都成为了慢动作,包括大石中也是,其实这里并不是周围的事物都变慢了,而是主石脚的速度变快了,大石中一定是赋予了主石脚加速运转的能力,随后主石脚喷射起步,直指面前的四个小马桶,三下五除二的功夫全部解决,随后的依次又拉下了另外三个小马桶的水箱后,接着提前开火,在瞄到地面上的一位小马桶,主石脚再次转换攻击模式,它原地来了一个旋转大波罗,相继发射了七枚飞弹, 完成正向操作后,主石脚收起了武器,并调整了旁边的一发飞弹方向,使其更加精准的命中,随后主石脚捡起了地上的耳机,而这里之所以有耳机,是因为主石脚在刚刚旋转攻击时掉落的,随后它戴上耳机扬长而去,但随后又一个电锯马桶出现,它笑得十分的开心得意,但很快它的笑容就戛然而止,背后KM爆起一点紫光纤智,随后刀破长空,电锯马桶被瞬间一刀两断,接着转瞬即逝,阴阳两哥,是太太电视来了, 它一来就开始说话,从它的话语中得知,超级机慢已经到了,而目前的处理办法就是撤离,这也符合对本集的描述,他们正面是无法抗衡超级机慢的,只能夹缝中求生存,现在要做的就是抛弃监控基地,带走剩余的硬件设备,转移到电视基地,我们知道的是,多元宇宙中一共有六个阵营,为什么会选择撤离到电视基地呢?我觉得电视基地相较其他基地有一些优势,那里还有着电视科学家与始终科学家,加上带走的升级设备,科研技术肯定是 不用发愁,而且这集又有两个老单位的回归,应该是暗示了接下来,联盟成员可能会有一波大的升级,泰坦电视离开后,旁边的监控直升机掉这个集装箱撤离了,留下了一堆木钢呆滞的监控人,这里可是曾经他们的家,充满了记忆的痕迹,哪能说舍弃就舍弃呀,不过随着黑烟爆起,大电视又来了,当集装箱打开后,这些监控人跑得一个比一个快,啊? 我去,溜得比兔子都快,在大家开始撤离后,超级机慢大部队也越来越近了,远处乌泱泱的一片,联盟的大部队掩护小单位撤离,大音响喷射起步,干脆利落地拿捏了两个小马桶,他直接用音波震爆了他们,随后飞向远处,主持角先后解决了两个马桶之后,大石中提醒他注意时间,很显然他要发动能力了,但此时有个监控人被砸到脚了,耳机都不戴了,扔在了旁边,主持角飞速靠近,大手直接拎起,此时大石中正好释 释放时间暂停能力,整个事件变成了灰色,时间静止,但主持角与这个监控人不受影响,是因为他们佩戴了手表,被救下的监控人以花相赠,但随即啪的一下,打门关上,随后转头我们看到了小磁铁马桶,他又来干扰大石中了,大石中被他干扰导致时间不稳,颜色跳跃,大音响此时正好归来,直接一套操作行云流水,带走了他,危机解除,大家纷纷退到了大电视的位置,准备撤离,但此时有个戴着帽子的监控人勇往无前,他不 打算撤退,而是想用自己的办法保护自己的基地,随着黑暗弥漫视角转换,他来到了一个地方,直接落座,熟练地操作着各种精密的仪器,系统仪表也逐个被激活,最终竖个基地的炮塔升起,他将要面对的是不等衬的战力,这些炮台虽不足以撼动,但至少他做出了努力,马桶大军在这些炮台的攻击之下,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,而炮塔也相继被炸碎,蓝帽坚固健壮,唯有扶正帽子继续加大火力,但依然无用, 炮塔一座座地被粉碎,最终只剩下一个,一种无力感涌现,但此时,黄秀电视人来了,他表示不能让蓝帽监控下线,随后他两手交出,而下一秒,这座炮台已在马桶大军的袭击下化为粉碎,好在两人成功已经脱离了危险,下方密密麻麻的马桶们,以及超级继慢已经近在眼前,黄秀电视向蓝帽监控介绍,面对这样的巨物,他们都没有办法,随后黄秀电视便拉走了蓝帽监控,双双把加环,而马桶大军摧毁着这里一切能被摧� 面前的基地他们势在必得,数不清的激光盛在疯狂扫射,狂轰滥炸之下,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,烟尘弥漫天机,随着最后一块代表着监控阵营的标志落下,本集也到此结束了 好了,屏幕前的大家,我是小黑,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系列的,请多多点赞支持我的作品,我将为大家持续更新,我们下期见